开胯是胎拳绕不开去的一个话题 那么开胯的标准是什么 如何做好开胯 使我们的权益不断提高呢 胯呢相当于一个走枢纽 可以想象一下 类似于汽车的方向盘 汽车发动机产生动力之后 需要方向盘来控制汽车的走向 腰这一块我们称之为主宰 那就叫进起脚行一腿 开胯并不是说指的一个具体的位置 指的是整个一个区域和范围 所以说我们讲叫腰当进 这个要合在一起来讲 简称来说就是胯 那我们如何做到胯的顺随自然 把你各个方向来的力量 通过腰当的转化 也就是胯的转化 形成我们需要的具体动作 比如说旁拟解案 踩列走铐 总枢纽 总核心 类似于汽车的方向盘 那开胯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灵活的运转腰当 使我们上肢与下肢的动作 顺随自然 不脱节 上下形成一个整体 这个是它的重要性 那如何做好这个开胯呢 想做到顺随自然 动作协调 主要来说是两个方向 一个 我们前面分享了很多视频 增加腿部力量 腿部要有很好的支撑和稳定能力 有了这个稳定能力之后 我们上身才能放松 才敢放松 所以说放松是练出来的 下肢有一个很好的稳定性 有一定的支撑能力之后呢 上身放松 有了这个松之后 我们才能旋转自如 所以说这个开胯与放松相关 放松需要一个很好的下肢的力量 作为保障 所以说先练下肢力量 前面我们分享了一些视频 就是针对于我们下肢力量的 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些比喻 就像汽车拉货物一样 核载两吨的汽车 你拉五吨的货路 这个车走起来就是不予艰辛 比较艰难 你核载两吨的这个汽车 你拉了这个几百斤东西走起来 是不是顺随自然 很轻松 全也是一样的 有了这个下肢力量作为基础 上半身能放松了 就提供了一个松火转换的一个基础 第二点 开胯和什么相关呢 和你的运动习惯相关 必须要搞清楚的是 我们练拳过程当中 转腰具体是转哪里 听起来简单的 就是有很多同学 他还真是不清楚 我们太极拳里面的所说的转腰 是讲大腿与上身的结合数 是胯跟这个位置 浮骨沟 转换的时候呢 只能是转这个点 腰呢 腰与胯是一个整体 腰不要单独自己旋转 说是腰与胯合 肩与胯合 外三合经常讲肩与胯合 从胯跟到肩膀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整体 必须转队 这个整体筋 才是我们需要转换的一个掌握的 需要重点掌握的一个地方 转腰的正确的地方知道了 在重心转换的时候 筋力向身体传导 这个筋力也是连贯的 不要一二分解 初学可以 时间长了要把筋连起来 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移动重心的顺序也要清楚啊 先移重心后转腰啊 这个叫当走后虎 转腰的正确位置知道了 近力连贯也知道了 那我们也清楚了 哪里能转 哪里不能转 腰椎这个地方不要乱动和妄动 肩与胯呢 又是一个整体 那在这种基础上 把它形成正确的运动习惯 你稍微一加速度 上身是一个整体 这个筋力呢 很容易通过腰当 传达到这个稍结上 那我们这个什么解解贯穿 从哪里来体现呢 取脚行与腿 通过腰当的这个核心 类似于方向盘 旋转传导到身上 肩与胯是个整体 背肩肘手 大于稍结 起于脚 行与腿 主宰在腰 整个是一个整体 通过背肩肘手 大于稍结 你发不发力 都是这样的 也是 手臂动作 不能和身体去脱节 那从这些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那关于开胯这个问题 实际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 很好的腿部支撑和稳定能力 第二呢 你运动的习惯 你这个尽力 是否能做到连贯 转腰的位置 是否正确 其他地方 有没有乱动和妄动 整个上身 是否是一个整体 你这边 是否能做到连贯 你这边 是否能做到连贯